內政部早前宣布重啟第二家園計畫 卻提高申請門檻 引發質疑聲浪 如佛蘇丹伊布拉辛陛下 今天再度促請首相 納杜斯里伊斯麥莎比里和相關部門 儘快檢討苛刻又偏高的一系列門檻 同時維持舊友的條件 並且加以改善 確保這項計畫能夠帶來正面的經濟效益 上個月二十一號宣誓就任 我國第九任首相的 納豆斯里伊斯麥莎比里 今天首次南下 前往儒佛新山巴西柏蘭伊王宮 觸見儒佛蘇丹伊布拉辛陛下 兩名領導人除了討論 儒佛州發展的多項課題 另一大重點就是 聚焦保受國內外人士質疑的 第二家園計畫最新門檻 蘇丹促請政府加快步伐 檢討多項嚴苛的申請條件 他指出 儒佛州作為外資湧入我國的據點之一 也是國內的主要經濟貢獻體之一 而有鑒於柔佛和師城 新加坡只有易水之隔 第二家園計畫也自然成為 州內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 為了確保大受疫情影響的經濟 可以獲得正面回報 陛下認為政府的當務知己是 重新檢視早前更新的嚴格條件 保留具有的第二家園計畫門檻 並且加以改善 在這之前蘇丹伊布拉辛陛下曾經公開抨擊 內政部屢勸不聽 不願檢討過於苛刻的第二家園計畫最新門檻 儘管當局以吸引優質 有能力且高收入人士為由 做出一系列調整 但陛下認為這將適得其反 為柔州帶來巨額虧損 陛下也曾建議當局 相比起落實撒網式的政策調整 內政部更應該針對個別犯錯的申請者 撤銷簽證才能真正維護國際安全 根據最新調整 申請者必須證明 每個月四萬令吉的海外收入 比起早期的一萬令吉翻了三倍 國內存款也從原本的最低三十萬令吉 提高到最低一百萬令吉 一百萬令吉 東 мыш